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上7点07分23秒 各位根据中选会的表定的时程 今天下午5点钟就会是 下一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登记参选的最后期限 也就是说过了今天下午5点 这个蓝白河不成 不管是可侯科配 或者是科侯配 都没有办法成局 那就是各自努力的局面 事实上昨天这个结局 可能已经出来了 我加上可能是因为 我好像总有人以为这是变数 好 那2024的总统大选 至少就是撒卡都 甚至于可能是四卡都 四个人要参选 那当然昨天下午 一直到晚上蓝白能不能和的 最后这一场协商 对于蓝营的支持群众来讲 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严酷的考验的未来 那此刻呢 我们要专访 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剂 社群媒体学系的副教授 胡全威 我们请胡老师 带听众来看一看蓝白河的过程里 为什么会这么多揣啊 同时呢 这个蓝营的支持者来讲 对他们来说 期待落空 选择是不是就此会焦虑啊 老师早安 早安 主持人早安 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谢谢老师 再度与我们的连线 老师 我们首先请教您 今天下午五点 就是这个法定截止登记的最后期限 那么您觉得 昨天的这一场 这个蓝白河 这很多媒体都说是破局了 那但是这个没有到最后期限 真的谁也不敢讲啊 可不可以也请您 让我们来看 带我们来看一看 在双方谋求合作的 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这么样的高潮起伏啊 在商谈的过程里 却一再受阻 是不是双方在表达 跟接收的认知上 有怎样的差距啊 过程反反复复 对双方的伤害又是什么 是 我想 对于 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特别在 我观察这个事件 就是所谓的 缺少所谓代理人的谈判 也就是说 双方 因为太 就是也许是 有些 有些候选人 没有自己很值得信任的 或是非常依赖的幕僚 所以没办法先前做好 这个详细的规划 所以很容易就主帅见面 可是主帅见面之后 那因为这些主帅都非常的忙碌 所以有时候他们做出了决定 或者做出的一些会发现 各方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交集 然后最后变成说 有点反反复复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 带领人谈判不见得是坏事 而且有时候密室谈判 也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有时候他比较能够 就像我们看到昨天就会觉得大家好像在看 就有点像大家彼此在争吵或是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需要一些折冲 需要一些协调的过程 那什么东西都摊开来 其实你会发现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最后就会是一个比较 就是会双方就没办法接受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所谓的代理人谈判 这件事情就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很多细节上面没办法先处理好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你说造成伤害 我想我们不论从民调 从一些舆论上面这些反应 可以看到蛮多选民是不同的支持者 不论是蓝的或白的支持者 其实是感到对对方的不满 对对方的说大不了不要合了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对对选民是有一种伤害的 对选民来讲是伤害 甚至于他想说 那就好那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大不了不合 但问题是老师你觉得到今天下午五点钟之前 当然我们刚也跟听众说 更平面媒体上面的报道 两个人这个侯跟柯两个人各自十一点都有这个形成了 有的是十一点要登记参选 有的是十一点四十五分要登记参选 老师你觉得可能还会有变数吗 我们以前对教导的就是我们是学者不是预言家 对于未来的事 应该说就是世事的变化总是超过我们一般人的 就是我们的能力 但是确实如果说要问我说几率上面来看的话 我自己也是倾向就是不合的几率是大一些 是好 可是对很多这个非绿阵营的选民来说 他们不见得喜欢蓝白河 有些是因为说 我很讨厌蓝绿 所以我不得我不得去不去支持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力量 那就是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 但是呢碍于蓝白河才有可能在选战里面胜出 所以这会不会其实对这个选民来讲根本就是两难嘛 那也许大家就会想问说那一加一真的是大于二吗 所以当然这个时候问可能晚一点 老师你觉得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是是 我想我从两个方面来来次的回答 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 不论是同学也好或朋友也好 或者是看到一些舆论的反应也好 其实确实 其实我们会可以发现投蓝 愿意投蓝的不会不见得愿意投白 愿意投白不愿意愿意投蓝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加一其实是并没有大于二这件事情 这是当然从个案来说 那从民调上面来说 我们确实是看到说 比如说人家会问说侯科配啦 科侯配啦 那这样子跟民进党阵营的候选人的相比之下 有的时候会略胜啊 或者是会有一些还是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一加一它是不会大于二 但是如果一加一比如说它可以变成1.1 1.2 1.3或1.5的时候 那其实还是比一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说不论是最后就是未来会不会 因为其实蓝白盒这件事情其实到未来选举这的时候 就即使现在就是阵营上面啊 就比如说选票上面啊 是确实是蓝白没有盒 但未来会不会选民自己产生所谓的气宝效应 而造成选民来决定所谓的蓝白盒 这当然也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气宝效应恐怕势必会产生啊 但是问题是到底要气谁保谁 我想可能是下一个阶段 好这个可能要要看看这个 不管是政论性节目也好 名嘴也好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学者也好 我想起大家会努力去探讨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最后啊 所公布出来这些民调 恐怕会是大家觉得 呃这个气宝谁啊 这个很重要的依据 当然支持群众会想说啊 那当然是保我自己的 这边的会比较好啊 各位听众今天是是是 老师请说 抱歉打断您啊 抱歉 对这边其实啊 尤其在这种气宝效应上面啊 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核心就是 比如说他对于现在的执政党的 不满意度有多高 就是所谓的讨厌值也好 或者是仇恨值也好 就是因为如果说发现他也没那么讨厌 那他就不如就是啊反正支持我喜欢的候选人 那能当选就好 就是不是说抱歉 就是说支持我喜欢的候选人 就算不当选 但是我我也没那么讨厌现在的执政者 所以这个其实是呃 未来我们可以观察就是我会觉得将 就是如果说今天蓝白没合的话 嗯 嗯那其实到选举之前 我觉得就是会负面攻击的广告也好 或宣传也好会还会蛮强烈的 因为他必须要去拉高这个所谓的不满意度 这样子 然后才有可能再来第二阶段就是啊 所谓的气宝效应 那气宝效应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讲的 那这就是民众会看 所谓的就是谁的实力是比较有可能的 他们会弃三保二这件事情 那那个就变成是各方 呃您可以想我们呃只能提到 嗯政治啊不论是民嘴啦民调啦 或者是啊甚至于说选者专家都出来了 在在营造这种氛围 嗯了解好呃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置评为您连线访问 诗星大学口语传播 及社群媒体学系副教授胡权威 我们请胡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说 事实上昨天的这一场蓝白和的最后的这一场啊 我们号称是最后一场的这个协商 呃大家在记者会上面看到呃绕了半天 其实没有说出什么重点来 但是呢整个这个直播的过程 可以说是呃呃其实气氛并不是OK啊 并不是太好 老师那可是蓝白加上昨天 其实这个关键性的人物 就是就是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啊 其实他们是这次选举中三方很受到瞩目的这个非绿阵营的力量 那过去这两天啊呃坦白讲在这个销声匿迹 好多天的这个郭台铭他被国民党这个侯友宜群出来调和啊 他他说他是统估了哈 那呃嗯但郭台铭宣布的副手赖佩霞已经去领表了 那媒体说今天呃这个呃呃侯科会各自去登记参选 假定今天郭台铭也真的去参选 那么蓝绿白好还有郭这四四个阵营啊 我们讲的要细喀都啦哈 那接下来选对这个对对接下来选情的影响会是什么 是的呃其实我们从郭台铭先生他这个参选这件事情 当然呃一般也会预料就说他会影响一例比例的这个选票 嗯那但是呃当然因为郭先生一直会强调说啊 比如说像这两天的进展就是他强调他想要发挥一个整合蓝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成一个关键人物我想昨天啊未能成功他应该也是蛮难过的嗯 但是呃也就是但是这也会造成就说事实上没有一个对那他下台阶的一个理由嗯 也就变成说他如果今天他不继续选因为基本上蓝白没合嘛 因为他想说扮演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力量啊 甚至于他参选的时候就有就有曾经有这样说希望能够让政党轮替 然后扮演关键性力量可是今天他并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想他要为了呃一方面是没有一个足够的理由让他觉得说哎他就不要选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以我自己是比较预期如果蓝白没合的话嗯 他应该会继续呃领表参选然后尽可能或者说他还是有机会扮演 因为变成候选人之一的时候嗯他还是有机会在舆论上面发挥他自己的力量 这是啊我我我我观察到的可能的现象是因为呃如果他参选那么接下来这个想必想必啊 媒体的报道会把他的意见也放进来我们在报道呃这个蓝绿白三方的这些竞选活动或是呃说法的时候 那么不能忘记还有郭台铭所以呢他应该也会也把握这个机会 可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阵营啊 相对于呃这个蓝白锅呃三个阵营的起伏呃民进党的赖清德跟萧美琴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啊但是选情其实真的是讯息瞬息万变呃不乏稳健的赖萧配这个时候该做些什么呢 可以让他们领先的局面更为稳定 是啊就就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比如说这个讨厌值或仇恨值不能提升 嗯也就是说像当啊当我们对这个啊政府比如说假设有一些官员所谓贪污腐败的话这种就要立刻处理好因为我们认为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权力使人腐化这个绝对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所以如果说有腐化腐化这一块会引发民众的反感跟仇恨的时候这是特别要小心的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啊就是最近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政策上面其实政府都算是呃有大量的支持啊投入啊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运用他的那个执政优势然后让人民对于现在的生活会觉得说哎好像没有那么糟就会降低所谓的仇恨值嗯所以我再来当然 呃第三个就是本身他啊就是这个赖消费建立就是强化自己的正面形象嗯然后降低民众对他们的承认所以最近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啊刚推出来的广告或推出来的一些宣传的啊照片会发现非常是那种偶像风嗯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啊我觉得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选举其实是这个瞬息万变嗯所以我觉得但是就是整个主轴策略 应该是降低所谓的仇恨值讨厌值这件事情对于平平的不就是说不见得要用攻击啊在一党的方式我觉得这对于这个啊所谓领先者是比较有优势的策略是那所以这个昨天这个记者会的这个情况如此 然后又真的是场面也尴尬啊这个也破局了啊那很多的这个呃我的脸书的朋友也好或者这个新闻圈的媒体的朋友也讲就说啊那就是赖清德跟小美琴躺着选了吗 您觉得躺着选这样来形容恰当吗 呃我是觉得选举没有那么简单啦对事实上我们也曾经看过很多就是选前翻盘啦或者是跟大家预期不一样啦我想其实台湾人民经历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学习啦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我呃看到有些选民可能会都觉得说啊2000年的时候啊比如说南营就是分裂然后民党当选所以就觉得啊同样事件在发生之类的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就是所谓的啊后来就是气宝消息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在不同的选举里面他就发发酵了或者说他会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呃这就是我们人我们社会有时候跟那个自然界不太一样 自然界就是事情总是会反复发生那他因为他就是里面的人就是人才会学习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呃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会影响整个选情的是真的老师这句话提醒我们啊选民会学习啊真的选民很聪明的啊所以各位政治人物各阵营千万不要以为说哎现在好这个最有可能至少已经是三个人参选了那这个呃会不会出现第四个人来 来参选那不管民调过去是什么好了接下来才真正是这场选战要开始的时候不妨大家就端出牛肉来啊真的是如此可是老师最后我们来请教您就是呃这个除了总统的选情明年其实我们还要选立委了啊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因为目前来看我们看到很多的民调大概都呃应该是这么说说明年的这个立法委员选举啊恐怕国会不过半啊 就是三党都不过半的情况会发生那这个老师你怎么去看待明年的立法委员的选情是我想就我们从现在民调来看啊就是在支持度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可能是三党不过半嗯那我想从上不过半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也可以代表说其实现在的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比如说一党独大或者说在行政跟立法优势上面其实是比较担心的嗯是比较不安的 那当然这边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很多比如说一些政策可以啊他们可以很快的尽可能通过这件事情那民众会认为是需要制衡的所以他宁可选择三党不过半但我们也可以想象三党不过半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以后国会他的纷争他的法案延宕这个事啊就很可能会产生但是就是就是看选民想要是一党独大呢还是希望有一个制衡的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有的时候会是摇摆的嗯有的时候他希望政府好好做点事有的时候他又很希望说啊不能这样乱搞希望呢能够再多一点折冲多一点妥协那选民就会用他的选票来表达这样的声音嗯好这个但立法委员选举投票的这个考量跟总统选举投票考量又不一样了啊那么另外老师您对于这个 这个三个党其实后来都推出了他们的不分区立委的这个名单啊你怎么去看这三份名单呃我觉得其实现在尤其这不分区的名单其实也都是政党其实会很希望能够推出一些漂亮的名单来吸引民众对于这个政党选票的呃来投票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很多政党都还蛮努力的至少会找一些呃找一些呃所谓的 关键性人物标志性人物啊让选民来选择但是当然啊我们如果说就是稍微再苛求一点就会还是觉得说其实啊他现有的一些政治人物还是太多了嗯因为其实很多政治人物他有知名度他有实力他大可以从区立委里面去参选其实部分区立委也是蛮期待就是能够让社会上面更多不同的声音族群社会阶级社会团体啊这些所谓的闲大人士 嗯让他们的声音进入到国会里面去表达然后甚至于去引导立法那这件事情上面呃我们只能就是就是会觉得好像还差了一些就是可以看到努力但是会觉得呃如果能够再更再更多元一点嗯再更能够邀请啊不同领域的这些社会贤达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那种地方实力他们可能没有金钱支持嗯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政党理想性的一个 代表我大概大概的想法是这样好呃各位听众今天早上知评为您连线访问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剂社群媒体学系的副教授胡权威我们请胡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分析昨天晚上这场扣人心弦的这个蓝白会谈的最后这一场呃这个记者会里面还有过程里面其实呃我们也许很多对很多选民来讲是他看到了这个呃令人这个呃我们讲不爽吗 哈哈哈哈还是说还是说觉得令人遗憾的一个结局啊不过今天其实都还有几个小时好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呃这个我我特别再强调一遍联合报话没有说死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好这个我们就一块来关注也谢谢老师今天然后这么精辟的分分析老师谢谢您谢谢谢谢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拜拜拜拜 早安 点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一件重要的新闻今天也都在各评媒媒体头版上面看到这一则消息啊我想这个死刑啊或要不要费死啊这个还有判处死刑这件事情台湾社会真的是真的是有很多人关注的啊呃台南的双警命案凶手一审了判处了两个死刑法官认为说这个凶手是叫做林姓吴他的手段凶残毫无人性啊所以判处他两个死刑呃这个 但是呢但是呢家属是说好这只是一审而已那希望这个判决可以延续下去啊可以延续下去啊台南市的市警局的两位警员叫于明成跟曹瑞杰去年在捕追捕这个呃窃车嫌犯的时候遭到外溢间的这个逃犯了林姓吴他持刀砍杀身亡台南地院一审审理啊认定说呃凶手的这个意志坚定啊 手段凶残而且毫无人性对社会大众以及被害人家呃家属被害的家属影响深远考量呢呃这个凶手存有高度再犯的可能性而且难以期待有再社会化的可能昨天依照强监强盗杀人等罪啊判处两个死刑尺夺公权终身 好这个呃让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就是呃对于这个这样的一个判决啊两位这个被这个受害的这个呃远警他的家属都说他坚信啊台湾的台湾是法治社会审判结果跟之后的后续的执行不会说外力有所偏离啊正确的事情或许困难但总需要开始我们活着的人就是要关注后续执行的过程 这段话呃也非常值得大家来深思啊值得大家来深思嗯这个呃这个社会需不需要死刑就当然需要大家一块来做更深远的探导跟理性的对话嗯在节目结束之前制屏还是邀请各位听众啊这个哎这个上来这个阳广的官网来为我们投票好吗我们正在进行一个podcast的这个调查那只要你完成这个调查里面所需要的一些问题 然后留下你的通讯的这个email address哎你就有机会得到丰富的奖品啊这只能看了一下奖品哦连我自己都很想要呢哦好这个有很多大陆听众啊呃我们也鼓励大家真的是赶快来呃参加参与这项调查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啊祝你有愉快的周末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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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